比如说到核心理念 比如说我们在看沈家本他们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也是中国要从一个礼教的社会 进入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 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我们现在面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们是学法律的 我们肯定对我们的专业是有很大的一种期待 如果我能想到的就还是用法律来治理 用法律来约束权力 对于公权 只要是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被禁止的 对于私权 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 就是这些最普及的一些法治光源 能不能在你的内心中行为一种确信 最重要的是当你自己拥有权力的时候 你成为一个拥有power的人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接受法治的这个约束 这个理念是在什么年代开始形成和成熟的 公权和私权 你刚才说这两点 它最早的萌芽 我们一般认为是1215年 英国的大宪章 大宪章虽然它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副藏品 但是在大宪章中确实是出现了 完全有限法律至善 这样一种思维 那这种思维呢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用我觉得用这个哈耶克所说的自身自发秩序 它会有一种竞争化的优势 所以慢慢的这种罪行法定的思想 那就席捐整个世界 至少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文本上是认同罪行法定思想 就认同法治的治理方式 因为人类的治理方式说白了也没有多少 无非就是人治 无非就是法治 柏拉图最早也是主张人治的 当然在三次西西里的惨痛经验之后 推尔求其次选择了法治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冲突不断的 每天都有冲突 而法律就是解决这种冲突的 但是在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 法律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冲突 因为法律本身它是强调秩序 不管是言行俊法也好 还是法治框架的限制权力也好 它其实都是要追求一种秩序 我觉得追求秩序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双保险 就是对于追求秩序的力量本身 你看整个比如经济学甚至政治学 其他的不同的领域里面 好像我们的整个公共讨论更多 好像这个观念本身更清晰 那只有在法学这块 好像始终是一个非常之模糊的 包括今后我们所谓的受过教育的 对我老说也是很模糊这么些东西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还是法律本身的神秘化 法律本身的貌似的高阶化 我今天我之前看梁志平老师说 他写一个文章我先改出 他说某种上在20世纪中国 和我们的法学家 没有真正的怎么说呢 有力量的参与到整个的知识辩论 和这个思想辩论之中去 跟这个有关系吗 刚才我们说的 也许也有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的封闭化 我们觉得我们是专业人士 我们做专业人士只应该做专业人士 所应该做的事情 一旦走向公众 我们很害怕专业会变味 会玷污我们专业的纯洁性 因为知识是有潮的 你没这个知识门槛 你就别在我这个门槛里玩 我也瞧不上你 这某种上是被高度的技术化 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回子有多少种写法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百种学术 会走向这样一种 你上学的时候就意识到这点吗 我上学其实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上学是以技术主义为重 我能够推导出跟老百姓观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感到很开心 我说我没有白学 对吧 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 后来慢慢的发生的变化 就会使你很多高的观点 跟老百姓的基本的内心常识相抵触的时候 在技术主义在逻辑上论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是抵触人类心的良知 你想想这个思想变化到底是怎么慢慢发生 我觉得还是人生的经历吧 就是人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时 就是第一人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于是承认你的逻辑是有限的 承认你的理性是有限的 承认你的阅读是有限的 承认你整个人就是在偏见之中 你这一生就是在走出偏见 那当你这样来 你就会慢慢的有一种方式 这个变化是有什么契机吗 然后慢慢发生这样的转变吗 那肯定是有嘛 你不可抗拒的一些力量 有些事情也不太好说 对啊真的 就当你真正的经历了一些生理识别 或者一些亲人所遭遇的一些苦楚 那个时候你就会真的会发现 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浇一桶凉水 而且人最大的痛苦就在于什么 我觉得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法跨越知道和做到的那个鸿沟 就是迪卡所说的我事故我在 这个很对 但是我事故我在会经常让我们沉浸于一种幻想之中 就是我只要思考到了我就能做到 但其实不是这样 你思想过深刻的东西 你说过深刻的东西 你感动过深刻的东西 你以为你自己所说的感动了 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做到了 很大时候这是一种志气 尤其对我这种做老师的人 因为我们好为人士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中 有的时候你就会在想 你跟学生所教导的你自己能不能做到 所以当你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个转变 其实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1010年之前 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 教课效果比较好 08年的时候就是入校第三年就获得这个 追求本科生欢迎的斯大老师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强烈的骄傲 就是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你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冲突 就是很多时候 你自己所教的你做不到 你是在骗别人 你也在自我欺骗自我麻醉 所以有一段时间 就觉得很虚无 就觉得哎呀挺没劲的 你为什么要骗别人 你为什么要骗自己 那次被你怎么应对过去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希望能够过一种生活 给自己的目标 至少那么多年呢 我现在给自己的功课就是 当然虚伪是肯定的 每天都活不到那么清澈 只能是你的行动 在你的言语之前能够多那么一步 我觉得就可以摆脱 这种虚伪的自我空缩 这种虚伪的自我空缩 你怎么 怎么看到这几个月 带来的一个突然的新的 你的现实生活 因为之前是在大学的讲台上的那个舞台 然后现在是一个可能由音频 视频 然后弹幕 为social media构成这么一个舞台 在网络世界因为这个新的曝光 它形成一种新的这种生活环境 一样 现在很适应了吗 还是 我所以一直我还没有特别的分清 因为我始终还是像以前一样 教书来进行教导 只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影响力 感觉比以前更大了 但是我觉得很快会退学到了 因为本质上是虚荣 虚荣会给人带来痛苦 而且虚荣也不真实 美好的部分是什么 会有短暂的快乐 现在已经厌倦了这个短暂的快乐 谈不上厌倦吧 因为我不能够弃眼 我觉得每一个舞台都有每个舞台的意义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高看自己贬低他人 有的时候这种高看是以拒绝来进行高看 有的时候是以合作来进行高看 但本质上来说 每一个舞台一定有每个舞台 它背后厚重的意义 但是这个背后的厚重的意义 又不要过于的高估 以至于你留恋这个舞台 就在这个舞台中 你做好这个舞台 所赋予你的你想去做的事情 有一天 别人说够了 下去 那你就下去就好了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 我又始终要告诫我自己 人能影响的人 或者说人能真正影响的人 其实很少很少 很多人所谓的被你影响了 只是片刻感动 最后还是投入到自己以前的生活 人片刻的感动 不可能持久的感动 你能真正影响的人 一定是你愿意在他身上 投入大量的时间 跟你有真正的基础 对 但是那片刻的感动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了 但是这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欺骗 你在欺骗自己 你也在欺骗别人 你也让别人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 所以你也不会有那种感觉 好像大家真的因为 罗响 好像大家对法律世界 看上了新的兴趣 我没有这种幻觉 说的 要说的自我麻醉 真的是希望 能够影响他们 让他们不会成为技术主义者 让他们也不能不说 让他们不单单成为技术主义者 让他们知道技术背后的那种价值 因为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注重 这种技术主义分析的 后来你慢慢的觉得 这种技术主义的分析 得出的结论 那就今天可以是A结论 明天可以是B结论 就是看客户的需要 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技术 那我希望 我的学生 他一定会有一个稳定的技术 因为 就像我们今天走到这种路 包括你刚才我们聊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 犯道德的话 其实本身上在摧毁道德 那对 但下面这个逻辑链条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都会习惯是这么说了 我都没好好想过 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认同 道德是自律 而不是他律 比如说有一种道德主义 叫做道德完美主义 就是你得做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如果道德不高善 那我强行让你成为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我之所以让你道德高善 不是为了惩罚你是基于爱你 因为我想让你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不能看黄色小报 因为你这样道德不高善 路边上看了一个人 你得救他 但是很多时候 人是达不到这种道德高度 这样的一种规则 很容易导致虚伪 道德是要求自己的 而不是要求他人的 但这种犯道德倾向 好像始终是非常之强烈 现在好像再度变得强烈起来 怎么说呢 我还是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东西具有相似性 但是它并不是具有相同性 在某种意义上 我现在越来越拥抱 法律和道德是一元的 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但是我个人更拥抱的是 所谓的消极道德主义 而不是积极道德主义 什么意思呢 所谓积极道德主义 就是以道德作为惩罚 正当化的一种依据 只要一种行为违背了道德 那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 对它进行惩罚 那这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 塑造成英雄 但是这样一种道德的治理方式 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 消极道德主义 就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出罪的义局 作为一种正当化的义局 一种行为如果在道德上 是值得谴责的 那它不一定是犯罪 但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生活 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 那它就不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法律其实是对人 最低的道德要求 就是我们要宣布 国家法律的这个权威性 但是我们在良心的时候 我们充分考虑到 人性本身的那种软弱 就最典型的 就是帮助自杀的定性问题 绝症长生 不想拖累家庭 让自己的家属说 帮我买个药吧 我实在不想活了 不断地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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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没办法 女儿给她买了一瓶药 妈妈说 你离开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说你三个小时后悔了 再三个小时后 母亲就喝药了呀 那这种行为 在我国法律中 它肯定是故意杀人 没有问题 因为这属于得到 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 人没有权利 承诺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它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在良心的时候 司法实践中 通常都是 盼望性 就是因为 首先它违反了一个 基本的戒律 禁止杀人 但这种行为 道德生活中 人们会觉得很同情 轮着 那就可以 在刑罚的处罚下 给它预划一下 这个有意思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 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或不同案例的时候 会有 发现公众有一种 朴素的 正义之心 或者说道德之心 对 但同时 经常又发现 他们所谓的 那种朴素的 正义之心 或道德之心 又是一个高度压迫性的 包括因为不同的时代 这种技术变化 都会使大家有一种 新的道德参与 正义参与的方式 我们在过去几千年 建党最强的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 通过网络来参与 道德审判 甚至是正义审判 这么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是需要程序 法律强调程序 因为法律 它一定是一种 会存在错误的 一种过程 司法一定会有错误 但是司法的错误 如何能够被人所接受 就是它是强调程序的 通过程序所推导的过程 即便错了 那这也是程序 本身所推导的 民众很多时候 他是希望撇开程序 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种正义 而这种正义 反而会导致一种非正义 就行侠仗义 最后呢 渊渊相保 会量成最大的灾祸 所以我们法律在很多时候 就是为了追求秩序 那追求秩序 我们就会认为 在程序中 我们才能达到一种 可见的正义 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 有瑕疵的正义 我们小时候都会迷恋 这种结果正义 下意之心的那种东西 这对于是怎么样 可以慢慢修正过来呢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我觉得就是法治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确实没有法治的 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从来都认为 规则是针对别人的 规则不是针对自己的 强人一定是跳出规则之外的 所以我以前看西游记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孙悟空以后的战斗力 越来越low 对吧 后来我才发现 别人孙悟空是成熟的 对吧 别人遇到是首先找人 也就是说这个没关系的 妖魔鬼怪 怕全都打死 只要但凡有点关系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它就很明显的体现出 我们对于规则本身的不尊重 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我到现在都背得出 李白的下课行 对吧 赵克曼胡音无口 双血明 银安赵白马 萨塔如流 你多爽啊 那后来你慢慢的会发现 如果正义靠这种途径去实现 那一定会导致更大的武装 所以往往是善人的愿望 把人们带为人间底 这种转变是大概什么 那才是法律的训练 因为法律的训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 程序证明 要警惕实体证明 要在程序中去追寻证明 换言之我们就建立了个游戏规则 最后这个游戏规则导致谁输谁赢 很遗憾 所以说从我们对孙悟空 韦小宝的 炼狐冲的迷恋 是特别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 对这种怎么说的 对规则秩序 对法律的意识的 它就是一种 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法治的光面 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 我就一定是好的 但是动机好 不代表自己不好 而且是不是更背后是一种 对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的寻求 对啊 它就放重了 放重自己的激情 放重自己所谓的正义感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 因为我们都是 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 是要受到节制的 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 一种程序的正义 即便那种程序的正义 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正义 它是不是也是因为 我们处在一个 怎么说这种社会里面 比如大约宋风的米莲 那种正义的放纵 或者说这种宣泄 变成那种表达自由的方法 是 那肯定会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法治其实 很大程度上 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它的一个结合的过程 就是法治它首先强调 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 约束的背景下 然后慢慢的 其他人也会愿意去约束自己 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它不可能是一个单向 所造成的 六个小时吧 那个教授有多少人 这大概有三百人 这不算人多 这是疫情期间 你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最多有一千多人 我给一千人讲课 什么感觉 住在那个大体育场 你见过那工审大会 你在上面被供水 上面写罗翔 对 那剧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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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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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噩梦 你看到这种音乐 对 因为它绑架已经结束了 是不是绑架结束了 然后又另起了一个犯意 敲诈和诈骗的想象进口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 我还有点挺有讲课千副的 还 哎呀 其实呢 我小时候说话结巴 我特别害怕在人面前说话 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班有很多北京的同学 老是逗我 一逗我就结巴 因为他们说的北京话 就是 对 然后你想跟着他学 而且分不清流奶 对 流奶 喝流奶 他们老是逗我 后来我就 就还是有点小自卑的 嗯 我就这个 不怎么爱在人面前说话 然后来那个研究生期间 你得赚钱养活自己 嗯 那开始讲自考嘛 嗯 所有的法学门队 嗯 我几乎都讲过 我还讲过市场营销学 可以 那哪面 02年 哦 好 我们继续上课啊 过选手 过选手 我儿子想上名校 我不认识教育局局长 但我认识谁 公安局局长 我给了公安局局长50万 但连公安局局长风格就是什么 收钱不办事 贪赃不枉法 定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蒋世长营销那个班 全北京的海 哈哈哈 我说老师你普通话我们听不懂 我说怎么会听不懂 我特标准啊 我说听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 当时上课就是 你把你要讲的都得写出来 嗯 我是真的写出来 嗯 就是写逐字稿 嗯 就等于你上课你就按着稿练 那你就不紧张了 然后后来他们说 你为什么不结巴呢 是因为你现在开始说普通话了 没有说家乡话 说家乡话 你还是会结巴 谁 谁会湖南话来对几句 哈哈哈 他们我们的湖南话 它是十里不同乡 嗯 我们那个小地方的话 他听不懂 这周菜很好吃怎么说呀 跟产茅桃 真听不懂 是听不懂 我 我后来研究了我们那话 我们那边的话呢 它有很多古语 今天 明天和昨天 它都是有古语的意思 今天的意思是尖日 尖难的日子 在这里怎么说 尖一 尖一 今天非常的尖难 昨天 差一 差一 很差的日子 明天的意思是良日 良好的日子 牛一 良好的日子 良好的日子 你们家乡这么继部主义的观念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一见光明亮见 就是你把希望寄托在 所以你的乐观主义是有道理的 我其实也不是乐观主义 我现实主义 所有的标准化测试呢 其实都是有套路的 掌握了套路呢 那可能就是一条容易得分的捷径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部分 主观题的基本套路 我们说过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得满 我们只要得多少就可以了 得百分之七十就可以了 争取得到百分之八十 那好 我们现在把公司列上 我们来打 您是七六年的 我七七的 来 同名的人 怎么说呢 因为我 我是独生之女 就在我这个年代 读生之女是 我也是 是吧 对 我也是 所以那个小时候还是比较孤独 确实比较孤独 因为其他人都有哥哥 要不怎么会爱看书呢 对啊 对啊 就是你在孤独中躲进了书记中 最早对你影响最深的法律书记是什么 其实很浅的 林达的 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对 一代人的情独也是 对 赫雄飞的那一套 对 对吧 黑马蚊虫 黑马蚊虫那一套 然后 在那个的 启发下才开始看哈耶克 直到我现在都觉得 我最近这个月在看《通马奴役之路》 我看了一下买书的日期是99年 对那套嘛 那套书嘛 那套书 历史主义贫困顿啊 那个浅黄绿 那套 这都构成了我们 那是我们的阅读计划 所以我觉得 到现在大部分的书都 海盛那时候 我们都是万圣训练出来的 万圣我是从他 最初在那小巷里面 我也是那时候去的 慢慢签 那时候我涨了六百块钱 买了一套世界文明史 我也是 你也是是吧 我不是买那个 我是涨了五百多块钱 买了一套鲁迅圈 590多嘛 其实是不是前几天 那个微博事情 对你还是挺有挺烦的 当时会 当时的确实那天很晕了 那天否则情绪之下就暂退了 后来别人就说 你这有点 还是太玻璃心了 想想也对 因为后来第二天非常神奇 我第二天坐火车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我最好的朋友 居然在坐火车的时候 碰到了他 因为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你看 别人对你那么多仗欲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说那肯定 这个愧不敢当 他说那别人对你的批评 那你为什么就生气 别人对你的表批明不复实 你就很开心 对你的批评明不复实 你这不就典型的双标吗 所以有道理 都是误解 没有双标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他说其实就是 你就不管你粉丝有多少 但其实都是虚底的 嗯 你真正能够 你身边的人就是你所爱的那些人 给你编书的人很重要 给你发工资的人很重要 给你喝酒的人很重要 对 夺元的人 就足够了 对啊就是这么 你说实话 这这这谁知道了 我也没想过能跟徐老师你吃饭呀 对吧 你以前就是在作品中看到你了 差不多得了 我必须的呀 我现在感觉立刻回到 我跟大爷同学在一起了 那种状态 我就是说这个造型 这个摄像机放在这 最后会省一下 对吧 哪里人 我是苏州泰昌人 你苏州泰昌人过来 你上海 你也上海 我从青海过来 青海 哇 专门为这个上这个课是吧 嗯 当时就是因为对这个法律感兴趣 才选择法律 哦没有 是因为当初我选法律的时候 完全就是因为电视剧看多 就美制港制一号黄庭 双年包今天也看过的 喜欢辩论 哦 你们也想做吗 形变律师 我一开始是想做形变 但现在不想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形变律师 第一 没有那么多刑事案子跟你做 第二 刑事律师真的 赚的钱没有明示多 比较难 嗯 就一个案子不能超过一万八 就一审了 那你想如果 你这样接一个案子 你要搞三四个月 嗯 你一年能接多少 人家为什么一定会找你呢 而且现在很多 就很多地方会出现什么 就出现这种报复律师 嗯 对有非常不安全 对所以说我觉得做形变 是真的挺不安全的 嗯 那你们包括你们 这一代 大家会会谈论 比如说 因为罗老师最喜欢说 理想主义这些东西吗 大家会有兴趣热情讨论吗 情况嘛 就是如果是业内的 他会说 哎你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确实是残酷的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真正去做才知道有多难做 我也想就是 我很喜欢洗面 我就带来很大的乐趣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连饭都吃不饱 我谈什么理想 就很难 对非常难 对非常难 就是我首先 我确实是认同柏拉图 嗯 我到现在我都认为 学习就是一种回忆 就是这些知识 本身已经在你的心目中 就苏格拉底所说的 对于你懂的东西 你才会真正的认同 对于你不懂的东西 你不可能真正的认同 而什么都叫懂的东西呢 这就像康德所说的 人类的